晚上7點18分 繼續來帶您關心的話題 是在屏東的這一間農場 為了讓附近大學研究 實驗鱷魚的一個情況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 是特別拿出了這種竹竿 麻繩綁上台灣雕 來釣鱷魚 那麼想不到遊客看到 都說要來體驗 竟然也成了釣鱷魚的 一個熱門活動 不過其實 這樣的一個舉動 還是滿危險的 那麼在高雄也有業者 推出了釣青蛙 一年之內只有4月到7月開放 不過不同於釣蝦釣魚 只能夠苦等上溝 釣青蛙釣鱷魚 似乎又成了另外一種新的體驗 鱷魚張開一牙大嘴 一口咬下魚肉 遊客們驚呼連連 使出吃奶力氣釣鱷魚囉 大朋友小朋友猛力的拉雅拉 鱷魚緊咬魚肉說什麼都不放 雙方展開拉鋸戰 驚險刺激的釣鱷魚還吸引了日本遊客 特地飄洋過海來體驗 這次非常有力 非常有power的 我們這個是不用魚鉤的 對啊就在一個自然情況之下 他會來咬這個食物 屏東之間農場原本只是為了讓附近大學的研究生 實際測試鱷魚的咬合力 讓他們拿著竹竿麻繩綁上台灣鯛來釣鱷魚 沒想到遊客看到紛紛搶著體驗 欄杆網子做足圍欄設施合法又安全 但如果嫌釣鱷魚太驚險了 另外高雄還有業者推出釣青蛙 滿隻的小青蛙釣一個小時200塊錢 一年裡只有4月到7月開放 但好不容易青蛙成功上鉤了 可要小心囉 一不小心就會上演你追我跑的有趣畫面 成功釣到小青蛙還能請店家代主 釣青蛙輕鬆有趣 釣鱷魚則是驚險刺激 不同於釣蝦釣魚只能苦等上鉤 全新的釣場體驗 無論是呼朋以慢還是席家代卷 都是打發時間不錯的新選擇 記者林智燕既不是張新 屏東高雄綜合報導